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媒体中时电子报1月14日报道 内地女星杨幂和刘凯薇结婚三年频被传感情生变 尤其南方不久前被拍到深夜独自前往同聚女星王欧房间 且在女方房内待了四小时才离开 导致荒变传闻再起 而两人本月8日的结婚三周年纪念日又没公开庆祝 更是引发外界联想 杨幂近日被问及此话题 也霸气回应堵住酸民嘴 杨幂日前出 习和赵又廷主演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电视剧发布会 难免再被问到和刘凯薇的婚姻问题 她透露两人每天都会打电话 至于双方都没表态庆祝纪念日 更说我们以我们的方式 为什么要告诉大家 回应超大气 直接打脸酸民 另外杨幂也提到因为忙于工作较少陪家人 认为很对不起家人 盼未来有更多时间可以和家人相处 责任编辑 王预言 分享一 赞 一相关阅读揭秘赵薇版图 举债三十亿的底气总和而来 来源 新浪娱乐 原文 谢真 避凤之文 女版巴菲特赵薇 微博 仅仅用了六千万就撬起了三十亿 收下了一家A股上市公司 杠杆高达五十倍 让吃瓜的群众们目瞪口呆 而处于漩涡中心的万家文化 六十万零五百七十六 停牌一个多月 后于一月十二日恢复了交易 伴随着市场的质疑 股价蹭蹭蹭的连续两日涨停 赵薇的资产版 图 万家文化的公告显示 此次赵薇的龙威传媒收购万家集团 持有了1.85亿股万家文化股份 29.135%股权 赵薇成为实控人 需要30.6亿元 这庞大的收购资金 赵薇自掏了6000万元 剩下的30亿 一半靠借 一半靠股票质押 赵薇撬动50倍杠杆的豪气 从何而来 公告明确列出 赵薇夫妇持有资产价值和计约 56.63亿元 我们一起来看看土豪的资产版图是怎么 怎么样 揭秘赵薇版图 举债30亿的底气 从何而来 根据万家文化公告 上市公司来看 赵薇夫妇分别持有阿里营业 持股4.97% 金宝宝控股 持股20.59% 顺龙控股 持股近60% 云峰金融 间接持股近15% 唐德影市 1.46% 等公司股份 截至2016年底 上诉股票设值约45.22亿元 另外 还持有不动产价值约6.66亿元 其他股权投资价值约 3.18亿元 同时经营影视 就业贸易 4S店等多项业务 截至2016年11月30日 总资产合计约1.57亿元 合计资产总价值约56.63亿元 虽然万家文化披露了赵薇夫妇的资金实力 股票复排后也连续两日涨停 但机构似乎不太看好 1月13日龙湖榜显示 万家文化 60万零576 被机构抛售得最厉害 卖出排名前五位中 有四位是机构 该股主力竟卖出2.1亿元 空头占据绝对上风 揭秘赵薇版图 举债31的底气 总和而来 1月13日万家文化龙湖榜 与阿里的渊源 赵薇在业内是素油女版巴菲特头衔的大明星 其对阿里影业的投资一战成名 2014年12月20日 赵薇付1.6港元 每股买入阿里影业19.3亿股 设资24.71亿元 并成为持有阿里影业9.18%股权的大股东 此后阿里股价经历过山车 其在2015年4月9日触及最高价4.9港元 随后一路下滑 4月29日至30日 赵薇夫妇一美股均价3.9港元 抛售2.56亿股 累计套现9.98亿港元 以1.6港元股买入价计算 赵薇夫妇在这次减持中净赚5.88亿港元 2016年10月5日 赵薇夫妇一美股1.57亿港元 再次减持7.99亿股阿里影业股票 套现超12亿港元 不过减持价格低于此前成本价 浮亏约2000万港元 不过此后阿里影业股价一路下滑 截至1月13日 收于1.27港元 揭秘赵薇版图 举债30亿的底气总和而来 另外一家与马云有关系的投资 则是入股瑞冬集团 现改名为云峰金融 2015年5月 瑞冬集团公告称 与五家投资机构 签订了股份认购协议 以每股2港元的价格 向五家投资机构发行19.43亿股 融资38.85亿港元 认购价叫瑞冬停牌 前报价9元折让77.8% 其中Git Passion持有瑞冬集团56%的股份 成为控股股东 而这家叫做Git Passion的公司 有马云、于峰和黄有龙控制 参见上土 值得一提的是 赵薇夫妇持股的四家港股上市公司2016年上半年 业绩均为亏损 金宝宝控股、顺龙控股、阿林营业及云峰金融去年上半年净利润 分别为人民币付1292.30万元 港元54、29万元、人民币付4.66亿元和港元2.21亿元 除了上土的阿林营业外 另外三家股价走势亦很低迷